大家好,今天我们来欣赏传统文史的人物文部分 三国演绎八天过海的故事 侍女、俘虏兽三仙、天女三花、麻国献兽、竹林七贤 这些民间传送的人物 公知劳作、瑜伽生活、远古舞蹈等百姓的日常生活 一系列的人物、故事及造型在民间广为流传 自然也会被汇视在各种器物上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那些栩栩如生的传统文史的人物文部分 首先看历史故事文史 以历史人物故事情节为题材的一种陶瓷器装饰文样 流行于元民清时期 题材广泛 例如三国茅庐 空城记 周雅夫细柳营 萧何月下追寒信 蒙天将军等三国演义水浒传 风神演义中的人物故事 还包括红福记 西乡记 风城三峡等筷子人口的民间故事 会有这些图案文史的器物就像一片片化作描绘了那些生动的人物形象 这是英系图文史 顾名思义就是一种以儿童西系为题材的瓷器装饰文样 英系图最早出现在唐代长沙窑瓷器上宋代更是英系图的黄金时期 定谣瓷 瓷珠窑 药珠窑 修建窑 井泽阵窑 溶线窑等 都曾用英系图作为装饰 其中有以瓷珠窑右下彩绘英系图最富有表现力 特别在瓷珍上 儿童钓鱼 玩鸟 赶鸦 抽陀螺等形象都有描绘 明清时期是英系图的鼎盛时期 从简单的一两个幼童形象发展到百多个幼童 幼童神态各异 视女图文史 发展于梁静时期 辉煌于唐代 原则以封建社会中上层士大夫和妇女生活为题材的中国化 后卫人物化专科特指描绘上层妇女生活题材的一个分支 文物最早建于唐代长沙窑次期 士女体态风影 具有明显的唐代士女化的风格 宋元时期士女图较为罕见 这与当时花鸟化盛行有很大的关系 明晚期士女图大量出现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现状 清代士女图尤为盛行 无子多亏 典故源于明代早期科举制度 明代于诗 书 礼 艺和春秋 五经取士 每经一刻考取投名者即为五魁 共计五经魁俗称五魁首 古代民间艺人以五字夺魁作为年画题材 逢年过节 赠送亲友表示喜庆 予以亲友子弟成才 该风俗一直流传至今 又称五字登科 八仙文士 举自道教神话故事中的八位神仙 铁拐礼 汉中礼 蓝彩和 张国老 何仙姑 吕洞宾 韩湘子 与曹国舅 一般道教宫庙都有供奉八仙的地方 或是独立设置八仙宫 而神明庙会也有八仙出现 八仙也常出现在年画 刺绣 刺器 花灯及戏剧之中 相传八仙会定期赴西王母攀陶会诸寿 所以八仙诸寿也成为民间艺术常见的诸寿题材 佛禄寿三仙 也叫三星高照 举自道教中的三位其身 象征幸福 吉利 长寿 福 头戴冠帽 手持玉如意 或者手捧小孩 为天公一品大地 天公赐福由此而来 禄 手捧如意 寓意高官厚禄 瘦 白色的胡姿 手持龙头杖 手捧寿逃意为长明百岁 起源是明朝以后 汉族民间常把寿星与福禄二星结合起来祭拜 合成福禄寿 成为人们最受欢迎的三个神 在汉族民间驻寿时 常在镇屋面墙上悬挂福禄寿华福 中堂两侧面寿连为浮入东海寿比南山 二十四孝图 以二十四孝典故为图 这二十四孝宝图 孝感动天 细彩于亲 露鲁凤亲 百里复敏 念齿痛心 如意顺母 清肠汤药 食肾异物 男儿凤母 满身脏腹 客目是亲 永泉月礼 怀局一亲 善者温亲 兴庸共母 闻雷气母 枯竹生损 卧兵求礼 恶虎为旧父 滋闻宝血 长奋忧心 鲁姑不带 嫡妻逆气 器官寻母 具体故事 大家可以自己搜索 这里不带详书 白子图 也叫白子迎妇图 白子西春图的 是歌颂周温王子孙众多的 寓意多福多寿 多子多孙 子孙昌盛 万代延续 舞蹈文 这个舞蹈文采盆 是新时期时代后期 马家尧文化的代表 一种表现人的舞蹈场面的 传统陶瓷装饰文样 生动地反映了 五千年前鲜明的舞蹈 同时他还是狩猎舞蹈 和龙耕舞蹈交替时期的 典型舞蹈文物 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是指 魏莫尽出的七位名士 阮吉 吉康 山涛 琉玲 阮贤 向秀 王荣 七人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 活动区域在当时的山阳县 可能为现金云台山一带 他们在生活上不具礼法 清净无为 居种在竹林喝酒 纵歌 势为七贤 后与地名竹林合成 四爱图 此原来清花品 兼部式 凤川牡丹文 福布式清花四爱图 即王羲之爱兰 桃圆明爱菊 周敦仪爱莲 林合静爱梅赫 描绘了古代名士 悠然自得的风度 与超凡脱俗的清操 所惠人物形神兼备 一文用笔潇洒自然 陪衬的景物结合主题 四组画面情景交融 是罕见的原清花精品团 瑜伽乐 描绘渔夫们欢乐的 劳动生活场景 有饮酒庆丰收 小粥垂调 渔粥唱碗 渔翁德里等画面 在康熙瓷器上大量出现 多见于清花瓷器上 以翠蓝色清花加以描绘 风格明快清新 耕枝土 描绘农家耕枝 与纺织生产场面的 一种瓷器装饰文样 起源于南宋时期 乾隆以前词汇上 有耕枝题材的图案 称田家乐或农家乐图 刀马人图 描绘战争或西武场面的 文样图案 包括人物 作技和刀 刀马人图源于元代 行于明末清初 胜于康熙时期 至雍正乾隆时衰落 刀马人图此起 画面充实饱满 鲜艳 极富生动性 具有很高的艺术观赏价值 和收藏投资价值 刀马人图常常以戏曲小说 和历史战争故事为题材 如隋唐演绎 杨家将 三国演绎 水浒传 等战争故事情节 就成为此起 刀马人图的主要装饰画面 无老图 所谓无老是指杜衍 王焕 毕世长 冯平 朱冠 皆大宋 朝中重臣 由于志趣爱好十分投缘 互相之间亲如兄弟 并相约在退出使徒后 共同定居河南隋养已养老终身 实称隋养无老会 武人年龄都超过了八十岁 但是依然健康豪爽 相处身怀 出于对他们的敬重 隋扬当地一位绘画高手 为五个人分别各绘制了一幅全身像 提名隋扬五老图 并让五人在图上复诗 该画于民国时期一策页形式 被一分为五流出海外 毕世长像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冯平像和王焕像藏于 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 竹冠像和杜眼像藏于黑文耶鲁大学博物馆 请康熙瓷器上会有此图 哪位朋友如果在这几家博物馆看到过 能否给我发了一张照片 谢谢 未来有机会我也会亲自去看看真本 麻姑献树 源于东晋葛红神仙传 麻姑是传说中的女仙 曾在三月三日西王母寿臣之日 于匠中河畔以灵之酿酒而祝寿 麻姑既为仙女又有仙寿之举 后世民俗随叫麻姑与祝寿相联系 后一次期之上始于清康熙时期 清代一直流行 天女散花 突然为仙女提花篮做散花状 源为佛教故事 天女散花以示菩萨和升温弟子的道行 花至菩萨身上进落去 指弟子身上变不落 厚多形容泡洒东西或大雪纷纷的样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